记得去年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可谓是火爆了半边天 口碑收视率节节攀升 主演杨幂也在该剧中体现了演技 成为了四海八荒第一美人 而剧中的演员颜值 真的很高昂 就连一个小小的配角 都是特别的美 可谓是史上颜值最高的剧了 近日 由比利热巴主演的烈火如歌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 但口碑却一般般 红装的热巴不然美 但若是看久的话 还是有点不耐看的 而张冰冰在剧中依旧不改负心汉的一面 让人难免对他有点心疼 当然 比利热巴的重头戏并不是烈火如歌 而是与高伟光主演的 《三生三世枕上书》 还是原来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可四海八荒的粉丝安心了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除了白浅与叶华三生三世的爱恋 凤九和东华的爱 而不得也是揪着观众的心啊 结局东华依旧是帝君 而凤九却继承了下一任青秋女军 二人的感情可是赢得了观众的无数眼泪 诊上书主要讲述了青秋国少女凤九被夭手攻击 后来恰好被帝君所救而铭记于心 为了报恩凤九一直紧跟东华 后来却发现已经成了爱慕 但东华在千百年的斗争中已经忘记了秦爱二字 为保护凤九安全 东华将他送到人间 却不信令朋友为保护他而死 凤九未找到传说中能起死复生的仙果 进入一族公主阿兰若的幻梦之境 众利阿兰若的坦可一生 东华历经艰辛救出凤九 却发现自己的爱上了他 后来得知自己命不久矣 只能对他的思念写成枕上之书 本已心灰意冷的凤九发现了枕上书 感悟到东华对自己深沉的感情 于是帮助东华维护了时间和平 最终正义战胜邪恶 光明战胜非暗 东华与凤九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更值得期待的是 姚蜜在《枕上书》中依旧出演白浅一角 不过在该剧姚蜜的戏份并不多 只是配角 姚蜜为迪丽热巴居然客串陪演 看来这次迪丽热巴想不活都难了 这部剧自公布主演后就备受网友关注 相信迪丽热巴又会记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后再引爆收视热潮 四海八荒的粉丝们 你们期待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